大家好 晚安 今天在桃園伊北的地區 還有基隆北安一直到宜蘭蘇澳這一帶 整天下雨的時間是比較持續的 不過在溫度的部分 反而在中南部沒有下雨的地方 呈現出來是早晚溫差相當大的那種現象 那降雨的情況主要 我們來從衛星雲圖說明一下 華南這邊有一些水氣移進來之後 加上我們台灣地區目前 還是吹得微弱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在雲封面的地方 下雨的狀況也比較持續一點 但從雷達的回波圖來看 其實降雨區域並不是非常大 主要還是屬於在桃園伊北 一直是基隆北安 宜蘭蘇澳這一帶 是下雨的時間比較大 那瞬間的宜量並不會太長 不過下雨時間比較久的時候 可能會有稍微大一點宜室出現 那我們依估整個在 下雨的情況會比較緩和 還是要等到從預測圖來看 明天晚上整個在這一帶的 封面雲系移開之後 後面有一些微弱高壓下來 才有機會讓這些水氣慢慢緩和下來 所以從以上資料來看 明天大概的形態跟今天是類似的 在基隆北岸 宜蘭蘇澳這一帶 下雨機會還是比較高一點 早晚的天氣除了下雨之外 可能白天的溫度回升不是太高 有些涼快的現象 不過中南部的話 白天高溫出來之後 可以到30度 31度 早晚溫差相當的大 要特別注意 以上資料將其提供 好 繼續來看明天各地的 詳細氣溫 北部地區 進入台北會下雨的情形 最低溫21度 最高溫29度 中午多雲的天氣狀況 最低溫21度 最高溫30度 南部地區多雲稻晴 最低溫21度 最高溫31度 美 loos知 Zone 東部地區多雲 超低溫21度 最高溫29度 北嶄地區多雲 最低溫20度 最高溫29度 明天的時間